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匹配到布底营地都是圆凤羊 开始咱们可以好好的和他们劈一波了 诶 市中心聚起了一堆人 还以为他们干嘛呢 原来是在拍照 一般看到市中心有这么多人 很多人都许着撤退吧 但小强不同 我非得要摸一摸老虎的屁股 原本我想着一炮轰过去把这几人炸懵的 但他们都炸的不动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挂机的 算了还是对无人机下手吧 炸完就跑真刺激 咱们换个地方再劈一波 绕了一圈想又跑回来了 我还以为刚刚他们会追过来呢 没想像居然无视我 这就很不开心了 咱们继续用小银具烧找 反正我有商家完全可以轮流轰炸 还想拍照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可能的 哎呦喂他们追过来了 咱们快跑 追一下就不追了 那咱们继续用老办法 这营地人多打不过 那小强可以恶心一下他们 评完就跑他们肯定气疯了 你们看气得在扬声器上嘲讽我真够可以的 这个夜晚还在场景频道骂我太恶心了 一年前我就开始等他了 想不打双整了 等这次猜完家就推出营地专门去打他们挂机的 上次他们打我们挂机都还没找他们双掌 每个地方都有两三个人收着 把我的路线都给封吃的 咱们继续跑 尽量分散一下这营地的人 哎呦就属你追的这么猛 趁他队友没跟上咱们赶紧把他灭了 这人护甲挺硬的 穿的应该是脖巾 还好他用的是步枪 叔叔不爆炸 部长拼起来还真不一定能跑好 嘿嘿现在他长血了 这时候痛打落水狗了 好不容易把你打伤怎么可能让你溜掉 OK成功解决送走赶紧开溜 这一定的真能追啊 耗了半天都没能甩掉 现在不怎么多人咱们试着防打一波 好吧能跟上我的都不是省着的灯 我的靠不起咱们还是继续开溜吧 去到哪都有人堵他们也太看得起我了 哎呦喂又来一堆人这家可砸怎样 继续拼不带现实咱们还是得找机会逃跑 毕竟他们人数太多了 一人一枪都可以把我打伤 原本想着做杯击回去的 但你们也看到了这拳就是要制裁小强 要被制裁的节奏呀 完全没料到他们会这么有耐心 竹竹在这一定造了三四圈一个都没跟丢 丑丑这刷起了大长妹可真够壮观的 他们得有多恨我呀 各个抢着来刷我的家 还要卡了服务起来不然肯定得多掉一点奶酒 好啦本期视频就先这里 我是翔我们下期见 拜拜